你是如何看待現在地緣政治 可能造成的風險 好 那這個部分 我跟你說大概是百分之八九十 會有風險 但這個風險其實 貿易戰的時候我們大家都經歷過 後來發現其實想一想 我們好像是受惠股 投資朋友歡迎收看台股達人秀 讓我們一起投資一起變達人 我是尤廷浩 歡迎今天我們的語台來賓 黃梓東 黃老師來到我們現場 觀眾朋友好 好好好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誘聲 突然之間利空四起 市場上任何的訊息都被解讀為利空 可是我們要仔細觀察 台股從18000點今年年初走到現在 24000點開始下修 它是漲了6000點之後開始回調 所以即便從今年進場到現在 好像都還是獲利 所以我們要搞清楚 到底目前美國股市台北股市 造成的千點賣壓 到底是獲利了結的賣壓 還是熊市市場上恐慌心理的 新一輪的傳導 到底是衰退再起的風險 還是獲利了結的風險賣壓而已呢 今天來跟梓東老師來做一些請教了 我們先從景氣信號燈來做一些思維 景氣信號燈在上禮拜看到了第一顆紅燈 那很多人的想法是這樣子 就是藍燈買股票 紅燈數鈔票 的確可以適度獲利了結 但是也很少人會在第一顆紅燈 全部出清吧對不對 你藍燈分批不見 紅燈照而講也是分批受出 那所以我們現在 從短期和長期投資者來做思考 長期投資者現在這個時機點 在股票市場回檔的時機點 應該要持續的出清離開市場 還是說要加碼佈局股票 那從短期投資者來說 現在所面臨股票市場千點的跌點 老實說殺的也算重了 會不會現在這個時機點 反而去做空放空 反而會被嘎到上天堂呢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做一些思維 現在這個位階 當台北股市已經做了嚴峻的下修以後 我們要怎麼看待8月份的行情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剛好我們說其實2021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家可以看到 景氣燈號是連續連久紅 那我們剛剛先回答號號第一個問題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做空 好 你第一根紅燈這個地方 你說我好厲害喔 我甚至賣出我手上所有的這個金融商品 甚至轉手放空 難道後面連續8個紅 你連續被咬了8個月 還撐得住嗎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這個部分我們講 空單基本上都是短線 那長線上面 之前我們就跟投資朋友做個驗證 我們說2021年連久紅 也就表示說了 你紅燈這個地方數鈔票 你要不要一次在這個地方 展開一個大轉彎 這個倒是不用 我們可以慢慢的分批做一個獲利了結 甚至如果我們看到景氣對策燈號 因為對我們而言 雖然我們說 這9個細項 平均都是 滿分都是5分 但是我們心目中 其實每一項數據都有 哪一些數據其實我比較看重 或者是這個數據 我的這個權重是放小的 像如果我們看到M1B 那剛剛我們講的 這個藍燈 就表示它的機期是比較低的 是可以買股票 然後我們發現 M1B的部分 目前為止 還是黃藍燈 表示什麼 這9項數據裡面 我個人最看重的M1B數字 目前為止 還是低基期 M1B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 想像成一種資金行情 因為現在 如果我們看一些海關出口值 甚至像是 檢記信號燈也有股價指數 它已經到紅燈 其實已經無法再向上 你知道嗎 那反而 當股價回調 檢記信號燈裡面 當中的 價格股價指數 它就會自然的回檔 所以我們現在 是不是可以期待說 等於是接下來 在整個三季度 到四季度的行情 很有可能 是由資金行情 來驅動 也就是 反而是看央行 反而是看聯準會的態度 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尤其是我們剛好這邊 還放了一張表 我們就說 什麼時候 像今天 我們看到 其實像我們台灣 這個目前為止 有沒有要進行一個 互盤的動作 沒有鬆口 原因是因為 現在 對於這些官員來講 是不是景氣 有點過熱 其實他們沒有 他們會說 現在還是有一大部分的資金 可能在做 可能到美國去做一個定存 像我們看到這張表 為什麼我們說這個M1B 目前為止在低基期 因為什麼時候 資金可以說它是過熱 M1B跟M2出現黃金交叉 然後大約再過了半年 代表著市場上面的 油資太多了 我不要定存 油資太多 我不知道買什麼 然後那個時候 才是股市 沒有基本面的證據 所以這樣子照你來講 那00940這一波 油資還不夠多 還不到極端 只是大家把原本 在定存裡面的錢 哪一部分出來申購而已 還沒有all in 是不是 這個部分 對 那當然我們單純的講00940 因為曾經我們就有講過說 它發行的時間點有點微妙 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其實應該以這個 整個股市的商品來講 單純講00940 小小失準 因為 可能是因為一個新聞 一個訊息 讓你以為市場上 油資就大量竄逃了 可是從長洲期來看 現在錢其實還沒有到 想像中來的離譜來的高位 OK 那這個就值得大家來多做一些留意和觀察了 所以我們現在總的來說 從景氣角度而言 等於是還有很多因子 有更多推升的機會存在 那有哪一些因子 是接下來幾個季度值得來做一些觀察的 如果這幾個因子 接下來幾個月也沒有往上推升 那個很有可能景氣的拐點就因子看到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從景氣的因子來做觀察的話 現在在製造業 總體經濟的影響力層面 有哪幾個因子 是市場上最為看重的 以防出現變數嗎 我們現在按照從機器角度 感覺還有推升機會 但是呢 如果真的全球大環境突然不好了 那很有可能景氣指標也被迫向下 那從指標來看 哪些值得我們來做一些留意 好 那這個部分第一個了 因為大家看到今天可能是殺一些電子股 像剛剛我們那個說 這個是國外的基金經理人 或者是我們台灣的本身的基金經理人 那這個 細項其實可以分成好幾類 剛剛上一張我們表 我們說 在製造業的部分 其實基金經理人 有一點點 耍一些小滑頭 這個華爾街也會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故意給你看壞 逼迫你連準會 趕快進行降息 但是如果我們看細項 這個營建類的這個細項 或者是一些服務類 那最大眾的當然就是金融業 其實基金經理人是看好的 表示未來 我們說油資其實是夠的 我們目前為止都還沒正式進入一個 這個降息的狀況 那我們往下看 我們台灣的基金經理人 其實當然最看重的項目就是 他會認為接下來影響市場最大的 排名第一名的 還是在通貨膨脹 還是在油價 只要油價在這個地方 直穩了這些經理人 他們的信心其實就會是足夠的 OK 那這樣看的話 等於是說美國的各項總經指標 現在看起來跟台灣一樣 都在一個緩步複數的過程當中 所以重點很有可能 並不是現在正在同時發生的總經環境 而是針對未來財測的預估了 那比如說呢 上週五我們看到 非農就業數據公布以後 遠低於市場預期 或者失業率的攀高 讓大家擔心的事情是 現在景氣是不錯是沒錯啊 可是我擔心的是 未來半年一年之後的景氣狀況變差 那從這些角度而言 能不能反而從財報當中 得出一些端倪 就是財報好不好不重要 重點是財測 未來 股價會反映未來兩到三個季度到時候的行情 那從美國股市 現在科技股所公布的財報當中 好像市場都不太買班 那真的是因為財報不好嗎 我認為財報不好 這個答案是確實的 尤其是我們說這個 如果投資朋友 我們聰明的話 不會是去看這個美國公布 下一季的財測而已 我們去推估 甚至已經推估到2025年了 那2025年其實就少了一個利多 沒有選舉了 像這些像什麼亞馬遜 其實他們的財測公布了之後 是稍微有一點點的減低 但是大家會想 他說你連選舉年的財測 第三季第四季 你都還是看得 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這麼好 那2025年呢 所有的這個利多的因子 全部都消失了 大家是已經是推算到這一步 所以修正的幅度才會比較大 但是我們說有一好 其實有一壞 其實就會有一好 因為如果我們去看 上個禮拜五 這個美國公布完 一些數據之後呢 其實有一個族群 可以算是出類拔萃了 那我們講了 大家對於失業率的攀升 其實大家都是看結果 然後再來推論說 所以大家是樂觀還悲觀 失業率上升 有些人說拍手較好 所以未來要降息 股市上漲 失業率在這個地方攀升 這個地方總體經濟不好 股市下跌 都有一套的說辭 像女大學生 早上上課 晚上去做酒店 大家覺得觀感不好 但是呢 晚上做酒店 早上還堅持要去上課 感覺就很立志 各自解讀 各自解讀 那就跟我們大家講過那個笑話嘛 說這個如果 這個我們稍微 開個玩笑 沒有對任何的不敬 就是說什麼 我是在那個 一邊祈禱 然後一邊抽菸 還是我抽菸的時候 還能夠跟上帝祈禱 解讀就不一樣 那如果是這樣解讀不同的話 那裁測 對我們的意義又為何呢 就是說現在我們看到 美國股市在過去幾週 所公布的財報和裁測 至少有一個共識是確定的 就是大部分科技大廠 軟體商 下班給AI伺服器的 像Google 微軟 臉書 基本上都是上調資本支出 也就是對於台北股市的訂單 好像反而是一個正面的利多 但是利空因此我們也看到 很多可能對於未來的裁測 與預期的營收表現 有可能因為資本支出的上行 反而壓縮到獲利表現 那面對這樣的一個裁測 美國股市當然 從反應層面來看 大家會擔心獲利不如預期 可是從實質訂單來做觀察 你認為這是對於台北股市真正的利空嗎 我認為其實也不算是 像我們可以稍微去聊一下 就是上個禮拜 Intel公布它的財報 其實這個對於Intel而言 本身應該就是一個天大的利空 這個部分其實這幾年 一直被我們台灣的股民笑 就是說你要跟台積電搶代工的部分 你20年之內你都追不上 那其實我看基辛格講這件事情 其實我認為他已經是給自己找個台階下了 他講說什麼這個 5個製程的節點已經接近尾聲了 那在這個部分代工的部分 不會再增加資本支出 其實就是簡單講 他的第5個節點 當然良率我們不談 因為良率根本沒辦法 跟台積電做一個競爭 甚至我們說2024年 他講說這個 18A的這個製程 相當於我們台灣台積電的這個2奈米 其實良率根本不能 你根本不能稱之為2奈米 那這個部分其實他簡單 其實就是講一句話 就是這個製程5個節點 結束了之後呢 資本支出不再繼續增加 對於誰而言是一個大利多 台積電啊 他資本支出不增加 他要怎麼確定 製程能夠趕上台積電的代工廠呢 所以答案很簡單一句話 趕不上 他放棄了這一塊 某種程度就是宣誓自己趕不上 對就是宣誓自己趕不上 在這個部分 他可能就不會多花錢了 其實就是講這句話 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那台積電在未來幾年沒有競爭對手 加上今年的EPS 40塊應該是能夠拿到 今年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明年預估是50塊 如果按照本益比這樣推估的話 台積電股價已經跌到800塊了 從當下本益比已經回到20倍了 如果是用明年EPS來做預估的話 大概已經來到18倍左右了 所以如果我們以台積電股價 來做一個預判 您的觀察 什麼樣的未接 什麼樣的本益比 你認為現在的修正點 反而是適合進入長期投資的機會存在了 現在其實股價已經跌算蠻重的 如果以台積電股價作為全值股的觀察要點的話 多少錢已經算是划算了 好 那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就是引用魏哲家 魏董的一句話 台積電任何時刻點 基本上他當時講 1000塊錢是買點 現在800塊是不是買點 還是買點 所以你買的會比魏哲家便宜 對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他是原始股東 原始股東 他買的一定比我便宜 而且重點是 他買的一定比你我還多張 這就是贏家的重點 當然這個部分 我們說台積電 其實我們講 他就是台灣之光 那目前為止 我們說到8月底 大家可能正在等待半年報 那這個部分 因為現在我們認為 這兩天的股價的修正 大家好像其實沒有在關注 財報這個部分 都是關注於 我的股票現在目前為止 是不是斷頭 沒有跌停 今天好像就要偷笑了 但這個部分 我們講其實因為今年的第一季 我們說 當初 這個工業指數的時候 是分幾個細項 那個時候 第一季的時候 是光學股 反而有一些亮點 所以你會發現第二季 怎麼大力光這個地方 開始動了一下 但是我認為在半年報的部分 這個部分 由這個 機體電路這個部分 取得頭籌 所以我認為在半年報的部分 不要說先進製程 因為大家我認為就是 把逢金當馬糧 我認為說這個 英特爾的財報 好像出現了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大家認為台積電應該殺 我反倒是認為 未來五到十年 台積電 確實如此 沒有競爭對手 這個是顯而易見 那三星本身也有自己的問題 甚至連成熟製程的部分 其實對戰期間 我們說像世界先進聯電 其實股價也開始做一個直穩 打底反彈的動作 那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是不是就一函著 剛才聊到的問題 台積電現在股價已經修正到 八百塊左右的位傑 從八百塊 預估前瞻EPS 我們就用五十塊 普遍投行對明明的EPS 來做預估的話 本益比多少 你認為算是合理的位傑 現在本益比 從當時的二十多倍 慢慢下滑到二十倍 如果以前瞻本益比 已經下滑到十九倍 十八倍 從現在這個位傑 如果是長期投資者的話 會如同你剛才講的話 現在就是好的買進時機嗎 我認為現在是一個 至少要去觀察這個標的的時機 不要說今天股價在修正 台積電今天也是修正 我就不管 或是我就認為這個 需要過度的悲觀倒不用 因為我認為 真的以台積電的本益比預估法 我認為 大家看到二十五倍 才開始去留意說 這個個股啊 族群啊 相關的概念股啊 是不是有一點點過熱 你只要擔心過熱 但是只要沒有過熱 當然隨時可以買 這概念是這樣子 對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等於是剛才我們聊了很多 對於市場的財報和財測 尤其對於台灣全職股的影響 好像根本就沒有想像中來的大 財報根本就不是鬼故事 財測也並不是 因為根本沒有任何顯著的下調 可是你看週末鬼故事很多啊 從非農就業數據 失業率的鬼故事 到中東問題 打仗的鬼故事 到財測有沒有可能發生的鬼故事 到現在我們看到 針對North Fresh 市場關稅戰 尤其川普當選機率提高之後 有沒有可能再形成另外一種鬼故事 你是如何看待現在地緣政治 可能造成的風險 好 那這個部分 我跟你說大概是百分之八九十 會有風險 但這個風險其實 貿易戰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經歷過了 後來發現 其實想一想 我們好像是受惠股 尤其是這一段期間 大家看到這個望虹 這個部分也公佈他們的這個 獲利狀況 這一次啊 我們說為什麼股民買單 因為前段期間 我們說這個消費型市場的部分 大家聽聽就算了 但是這一次 我們反而是因為貿易戰 像我們就舉個例子 望虹這段期間 其實股價表現的還是相對的優秀 為什麼這一次資金買單 因為很簡單嘛 你貿易戰 像已經有一個受害公司出現了 就叫造益創新 因為如果我們講到消費型市場 Fresh這個部分 五大家去瓜分 美光 望虹 華邦店 還有造益創新 那本身佔全球的市場 大概差不多 這塊餅大概是 20%到25% 結果一個關稅佔 25%調升到50% 這一家被打掉了 市場上面的話 我們說真正比較 精深的資金 精算的資金 就會想到 那誰來去瓜分這一塊的市場 兩家公司嘛 望虹跟華邦店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不單覺得 台積電不用擔心 甚至我們講到 成熟製程的部分 消費市場的部分 這段期間也是中國主打的政策 這樣子細看 好像利空都不是真正的利空啊 對 這個利空基本上 我們講比較直白 都是別國的利空 不是我們台灣的利空 那最後回來看 可是我們看到 本波美國股市 台北股市的 嚴重跌點和下修 基本上也伴隨著一件事情 那就是日央的 升息循環正式展開 那當然 我們都很清楚 過去日元資產 是一個高度避險貨幣 或者廉價貨幣 大量投資人 會去借貸日元 幾乎不用還利息啊 來進行美元資產的操作 那隨著日元升值 就被迫讓大家 將日元回流到 日本央行體系當中 市場的炒作資金 也開始因此的收縮 所以我們現在要搞清楚 到底日央進入到升息循環 是否意味著 全球的資本市場 將會進入到長期的收縮 或者說全球的炒作資產 已經找不到低廉價的貨幣了 有沒有可能形成 對於全球股市長期的賣壓 日央它也是一個利空 一個大變數嗎 這個部分我認為 其實還是剛剛那個結論 對於美國而言是利空 首先我們先澄清兩件事情 因為市場上面這段其實有人在傳聞說 是不是有一些人借便宜的日元 然後去投資各項金融商品 借日元大部分應該會去投資 美國的商品 以美元的商品為主 你說投資台股 這個比例我認為其實本來就不高 去旅遊還差不多 對 去旅遊還差不多 大家換匯都是這個原因 那第二件事情 其實我們說了 日本央行其實我們說這個 要升息 這不是一件小事情 一定會經過市場的測試 其實從今年的3月 日本央行值天河南 其實就已經說 我們要放棄控制YCC 其實就已經暗示說 未來日元可能會走向一個 升值之路 那這個央行可能會做一個升息 也就是說 他其實有沒有拔草測風向 其實今年的3、4月就已經測過了 已經給這些資金 差不多有4、5個月反映的時間 那我們說4、5月 台股有發生什麼事情嗎 其實好像也沒有 也就是說 大家今天看到股市修正 我們開始找理由了 就是先 對 先射箭再畫吧 所以其實我們說 這個 日本央行在這個地方升息 然後造成台股 我們講台股會跌 這個有一點點 確實是先射箭再畫吧 這樣回過頭來看 如果通膨也在下行 我們看到布蘭特原油 已經進入到長期的下期段 然後市場的 經濟衰退的風險 也沒有立即而產生 包括日央的風險 或者我們看到 短期財報財測的變化 似乎都並不是影響到 股票市場真正回跌的理由 因為他們這些利空好像 本來就存在 更像是一種 市場情緒來到集資以後 所進行的乖離回調 所以我們簡單可以把它認為 是本年度股價漲到現在 第一波大舉獲利了結的賣壓 開始出現了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要怎麼確定 本輪股票市場的落體訊號呢 就是說如果它的真正的導火線 是來自於情緒面 那當然就是情緒直穩之後 才有利於股價的主體嘛 那市場上有些人說 要清理融資餘額啊 有些人說要讓大盤的融資維持率 能夠順勢的下滑 有些人說不行 一定要看到台積電的股東人數 再度的減少啊 那你會怎麼判斷說 如果本輪是一個中期回檔 中期修正啊 有哪些指標的組成 和訊號 可以讓我們來判斷 這個市場的修正已經來到盡頭了 好 首先第一個指標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經歷人他們最關注的就是 通貨膨脹是不是受到壓抑 剛剛我們說 其實那個箭頭是有個順序的 我們剛剛講嘛 這段期間 其實就算是有一些 哈馬斯領袖被刺殺的事件 油價有沒有反彈 布蘭特圓油 有喔 曾經反彈個兩天 來到每桶80 但是如果你今天去看 價格又來到一個新低 每桶大約是落在76美元 通貨膨脹有沒有受到控制 難怪川普會講說 我們這個 需要弱勢美元 然後這個部分 這個日本其實也很配合 我認為順序應該是這樣 美國說我要弱勢美元 那我們日本這個地方 美國的債券我們也不買了 確實讓你美元弱勢 再簽一次那個 日圓廣場協議 對這樣子 其實我們講 就是我們一直認為 其實日圓應該就還是在這個 美國的監控之下 都是不好意思 我們修正 不能講監控 配合 我們講配合這個名字 滿內心話講出來 不好意思 這個部分我們講的是 比較客觀 還是互相做一個配合 所以其實日本跟美國 其實他們都同樣看到一件事情 即使有一個哈馬斯的突襲事件 價格應該 油價應該還是會 持續的往下跌 那大家其實就放下 心中最大的一塊石頭 所以第一個要達到止跌的方向 第一個是通膨 即將達到聯總會的目標値 那這個時間線就會影響到 九月份聯總會的降息 那接下來第二項第三項 有哪一些指標你認為 台北股市很有可能即將落底了 好即將落底的第二個部分 當然其實就是在融資餘的部分 因為目前為止的 我們看到這個大盤的這個 融資餘有大約是 三千三百多億 三千對其實 其實我們大家原本去預估說 上個禮拜五 應該搞不好有機會 收到三千億以下 結果沒有 降低一點點 還是有一些衝鋒敢死 對在這個地方 我不退 那這個部分融資維持率 大盤來講目前為止 其實也不高啦 150 那這個部分 加上今天的這一根 應該怕了一下 有機會應該看到140 那140夠低嗎 其實150就已經夠低了 因為我們說 如果你是持有單一個股 那你什麼時候斷頭 133嘛 對不對 正常來講 差不多你一檔個股 如果你是用融資 兩根半 殺了兩根 兩根跌停 再半根 一檔個股差不多 而且很多股票都這樣 對啊 所以其實我認為 今天這樣子再殺一根 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說大盤跟個股 數字是稍微有點差異的 其實以個股的部分 今天很多的小型股 應該都已經面臨斷頭的 這樣的一個風險 OK 所以第一個是關於通膨 也就是總體經濟環境 它的目標是否達標 第二個就是洗市場的融資水位 能不能洗乾淨 讓市場上的潮作情緒 能夠濕度下滑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 那我們都很清楚 即便洗乾淨了 美歐股市大概也不會是V轉上行 你不是一次下下來 大概也是要盡力過長期的主體 而這波主體其實大家有不同的感想 認為七八九月份是 美國股市的慣性殺盤季度 所以要一路殺到九月份 等到聖誕節再來做拉抬 那第二種角度 是因為輝達的財報是在 我記得是八月底左右 所以要一直等到 AI的始作俑者 輝達公布他的財報 他的財測表現 最後才會看 能不能造新的一股夢 所以我們如果要觀察的話 要怎麼看待 本輪即便修正開始主體以後 我們拉的時間要拉長多久來做觀察呢 我們是用一個季度的時間來觀察 還是說如果殺到見地以後 可能市場就不等人了 不會等融資回來 趕快先拉上去了 你會怎麼判斷 本輪如果台北股市修正滿足之後 它到底是反彈還是完全起漲 年底再創新高呢 好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可以 就短線跟長線兩個部分來講 像短線我認為首先我們先觀察 因為我們說如果是樂觀的話 搞不好8月11號這週過完之後 就會開始展開一個反彈 為什麼是這個時間點 因為奧運結束了 回來看股票了 沒有錯 確實是這樣講 真的有一些基金經營的人 之前是這樣子的 甚至有些雜誌是這樣講 說在奧運期間 工作效率是低下的 那這些基金經營的人 他們最後的解決方法 答案是沒有辦法 你就這些公司 就承認這件事情 就這段期間我們的工作效率 這些是低下的 產值是低下的 所以我們可以先等 像昨天大家應該是 熬夜看一下魚球了 這個部分 蠻好看的 魚有榮焉了 那這個部分 所以回過頭來看 短線我們看到下一週 開始了 這個 美國市場 歐洲市場 尤其是歐洲最瘋 包括亞洲市場 會不會開始進行一個 直穩反彈的動作 這個是樂觀的預估了 當然長線上面的預估 我認為其實也不用等太久 應該是等到這個 美國的總統大選結束 那是11月 11月 其實總統大選結束 兩天之後 又是再一次利率決策會議 所以這個部分 會不會一降 然後再降 這個部分 兩個觀察的指標 因為我認為降息 對於股市 有沒有支撐的效應 絕對有 只是它未必第一天就反應 其實如果要把 大多數的投資者洗掉 光是兩根 它的確洗得掉一些融資 但是洗不掉大多數的散戶 尤其是純骨組 但是洗個一個季度 那可能就會 對於散戶的陰影 嚴重受創 那這個時候就很有可能會 真的是把大多數人 都給洗出去 所以你看去年二三年 當時是八月到十月份 那一波的中期回調 也回調了差不多三個月 它每天其實也跌不中 它就是一兩百點 一兩百點慢慢給你跌下來 洗到大家受不了最後離場了 所以這個季度我們就值得來多多一些觀察和留意 那就是從修正期 它可能是短線上的反彈會出現 但是從長時間修正期來看 畢竟跌點是千點起跳 它肯定也要一點時間慢慢的向上推 那我們最終來下一個最終結論 就是2024年 在年底以前 黃子東老師會認為 今年還有機會看到台北股市的歷史新高嗎 還是說今年其實能夠年報酬收證就不錯了 您的看法 我認為 這個 重新看到一個新高 重新馬上24000 這個我認為 機率不高 對那就是重新再來一個4000點 對不對 那個機率應該不高了 因為 你說 之前的利多 AI的炒作 也差不多七七八八了 後面應該走回它的基本面 但是基本面其實我們不看淡 尤其是這一段期間 我們說其實 為什麼融資沒有快速的消減 剛好還有一部分 我們說 其實不太會操作台股的外資 這個部分 因為 7月31號這個載機指數已經開始生效了 我們就要想 這個 反而是外資為什麼這個地方 他們也不能講說什麼 提款 這個名詞我認為他們就是按表操客 那這個部分 他們勢必要適時的針對台積電 或者是一些重大型的全資股 甚至是整個台股的部位 至少要做一個衰減 那反倒是這段期間其實我認為 甚至有一些散戶朋友們 搞不好都比外資還會操作 不是外資不會是因為 他們看的東西是一塊 我們這些投資朋友看的東西又是另外一塊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說其實已經到了這個位階 如果台積電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其實通貨膨脹 整體的財報 是美國財報的利空 台積電的利多 就這個部分已經到一個 極低的基期 就這個部分 24,000我們先不要多想 但是我認為在這個地方 開始觀察一些標的 沒錯就是這個時刻點 我認為應該會收到一些奇效 所以基本面是確定的 但是情緒面是主導股價的短期方向 所以這個時候 只要基本面沒有太大的改變 反而是只有大家留意的機會 OK也提供給投資朋友 當然投資朋友更多的興趣 也可以加入梓東老師的LINE8 以及Youtube頻道 裡頭除了有宏觀的訊息 也有微觀的操作 提供給投資朋友做更深一刻的思考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 就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個禮拜 台股談論秀再相見 感謝梓東老師 感謝各位 本節目所推介商品 五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